好,這種培育運動員的,我不用中國的獨特方式 因為其實在以前很多的貧產國家都有 可以有很大的辯論 很簡單,首先講做運動員 例如跳水、體操 因為身體柔軟度的關係 其實你一定是在十多二十歲的時候 你已經要成名了 就是要練習到那身功夫 所以一定是從小開始練到大 我首先想起七少福 成龍於瞻緣紅金寶他們的一代人 和這一代人 有人會說,喂,屌你老母 紅金寶自己都認了 如果他不是師父這樣訓練他們這一代人出來 他們都不能夠發光發熱 即是說,如果我們不是 譬如你現在全紅線 為名成你就 當然國家,黨,代了很多 但是他也是有得著的 OK,我們先放在一邊 我不是說討論他 因為有時候有些 他們十幾二十歲要成名 那他不是那麼早訓練 你又怎樣可以拿到那個牌呢 首先呢 成龍,紅金寶 他們七少福的那個時代 真的是幾十年前 父母養不起他們 送給他們去養 送給誰 余添緣 那麼,紅金寶當時 我看了一些訪問 他們經常想著 學好功夫 突然才打起師父 因為太能痛苦了 到了他出來做事 才發覺 咦 你老母 開始立運 想到師父是為他們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個師父 不是要他們為國爭光 於是否 不是要他們 跟他賺錢 因為其實呢 他們一毛錢沒有收過 他們的家長 但是他就要養五六十個小孩 發育時期 你想想 洗肺多大 OK 就是希望他們 有一技之長 以及 去承傳他們那個不派 OK 但是 綜然是這樣 於是他們 也有個身受得著 在香港剛剛那個時代 他們彈起了 是不是那個彈起呢 有沒有人 所謂的一張功成呢 當然也有 但是我只是想問 既然這個是這麼好 沒有了 我承傳 你有沒有見過 洪金寶 袁彪 成龍等等 七少福 袁秋 袁華 分娩像子女 那些子女是這樣的分娩 你有沒有見過 好了 看看剛才那個 舉國體制 來訓練 那些小孩 嗯 我覺得這樣的 因為他剛才那段片 很激烈的音樂 某方面 他都很矛盾那段片的配合 和配文 不知道確定值 分不到 分不到 你很簡單 你問我呢 如果小孩已經有足夠的認知 是為夢想奮鬥呢 他要付出代價的 那當然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很明顯 我看到那些小孩的年齡 那些小孩都不知道做什麼 嗯 有特朗普沒有錢賣你過去 對 有人同樣賣 有些都可能 有些不一定是沒有錢到這樣 可能沒有空 又或者有天分 被人碎到 又或者 不得你不給啊 因為見到你小孩有天分 你想說他不要太膽 他不給你不給啊 我不知道啊 可以是這樣的嘛 好了 那如果他們在都未懂事的時候 這樣練法 而另一個樣東西是什麼 去那種練 你現在哎呀 你都不知道確定值 以我所知 他們基本上 一天是練十個八個小時 那五年 就是字都不懂得幾隻 嗯 所以很多運動員 金牌運動員 如果你想想幾千塊買一個金牌 就知道 在我街上行黑的 喂 我們講過不知多少 因為沒有最基本 在社會上面生存的那個 能力 是的 喂 你連金牌運動員都可以這樣 如果你說中途 我受過傷 糟糕了 十二歲 那怎麼辦 去布蘭街 所以 那你女兒也是 所以呢 你問我 我是一定 不會贊成 這種體制 但為什麼他不敢訓練 足球袋 一樣沒用 一樣沒用 這個總是不行 我告訴你 老實講 你怎麼會有童年呢 是吧 你說如果這樣還有 為國爭光 不要這麼傻 如果你練到的 是因為你自己付出努力 因為你的團隊 甚至乎 關什麼的國家事 啊 不是他給錢 不要想你給錢我 這樣 我更加欣賞 我只是講過一百次 就是 Olympic Games 是嗎 他由一種遊戲 去墮入 於是自己要踏上台街 他就要去奮鬥 他自己願意的 一個人願意的 去付出的 去爭取的 我真的認為 是無償 他在奮鬥裡面 就算輸 他也是很能夠安穩的 他能夠將他奮鬥成果 展現在這個 真是大眾的面前 如果 是帶著這麼大的壓力 因為為什麼 為國爭光 為什麼呢 我十幾年的青春在這裏 真是臉如死灰 你看看今年那個什麼 中華藍團 蘇惠德 蘇惠德 太大了 動一下就為國爭光 就算贏了 你霸金牌代表你什麼 哎呀 我們很厲害 為什麼 工都沒得做 書都沒得讀 哎呀 我們九年免費解育 你們倆原來又收書保費 那些貧窮學生 你倆別人的善食中貼 你被省縣的領導拿起來 這樣拿一千個金牌 有什麼用 好了 那麼 這個冷戀槍手 金魏智 大家應該知道是誰 這次呢 就是兩個最紅的 射擊項目的運動員 都是銀牌的 一個土耳其 就是金魏智 這個金魏智 這次有酷 他真的很酷 大家要看他打出來 其實兩個都酷 完全沒有笑容 沒有什麼的 金魏智 我講戴了眼鏡 之後戴了裝備 就漂亮漂亮 女女 好像很冷傲 以及Elan Musk 可以直接去拍戲 其實都不是在這一陣子 因為那個男的先彈出來 好了 金魏智回到韓國 開記者會 就突然暈倒了 送醫院 留意 但應該是沒有什麼 OK 要是立即跟他做CPR 這麼嚴重 要深併復蘇 不是呼吸 什麼 按照計 應該是說 沒有慢性病 可能是因為行程感激 太累 但累了 要CPR CPR 其實經常都會用 是啊 可能是呼吸不太順 OK 好了 我們看看金魏智的照片 金魏智 上前我們講過了 其實他在這些角度 這些就是在他打槍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 罵一罵 鏡頭的網民 說很冷酷 其實他真人 在拿獎之後 都是大少姑婆 而且他的臉比較方便 不是那麼漂亮 OK 好 再去 這張就是他們那張 怎麼說 就是宣傳照片 有些老生 當然有老生 因為有個五歲的女兒 媽媽來的 厲害 這個就是被人拍到他 這麼酷的一個槍手 太過反差了 為什麼會帶著這個大象 今天明明還小時候 不是那個女兒給他的吉祥物 那個女兒給他當然要帶著 那哪個全龍閃都是小姑公仔 還熟悉的 全龍閃 那你十幾歲而已 全龍閃 好 那這個 那是誰 那是冠軍 隊友 金魏得主 十九歲 但平時世界紀錄 其實都是阿金魏智 但這些真的 很添 不過他們 其實真的沒有兩樣 因為兩個一起睡 什麼都可以 一是三一歲的十九歲 說情同姊妹 這樣說 好了 回來 真的正好 和一個生肖 是呀 三一和十九 好了 賴奧斯二百米倒租 第三 賴奧斯即是遊戲王 即是一百米 贏人 我到現在不知道他怎樣贏 很厲害 原來後來 他才公佈 亦都退出了四成一百 因為原來他中了 即是二百米決賽之前 很慘 還要有COVID 你有沒有中了COVID 都可以放了十九秒幾 拿銅牌 結果他追 後來那一刻追 沒有呀 沒有呀 原來COVID 香港真的沒有大不了 但不是幾十個中 那邊 不是呀 這陣子厲害很多 有人說如果中了COVID 要去停賽 等於你感冒 你會不會不讓他跑 其實呢 其實呢 大陸都很多 香港都很多 有什麼大問題呢 如果大家真是擔心的 不相關 上來買Wild stop OK 我大把貨 我買Wild stop的糖 OK 又可以的 好了 但我反而不是想講阿賴奧斯 我是想講 這個二百米的金牌得主 她有兩個東西想講 第一是孝順 有媽媽的故事 她媽媽是今年五月過生 五月喔 接著她沒有練一個月 打算放棄 但是然後 一打開就可以贏到 時間都很好 十九秒四六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以前玩短跑 所以我對這些紀錄 我當然很記得 在我少年時候 長期有兩個紀錄 是勞不可破 三個紀錄 很長時間的 一個就是一百米紀錄 那時候是九秒九三 有一個史密夫人 號著的九秒九三 還有一個紀錄 就是二百米紀錄 有一個意大利人 號著的 十九秒七二 這個紀錄成了十幾二十年 還有一個到現在 還未破到奧運紀錄 世界紀錄 就被人破了 認為不可以 如月的 就是1968年 墨西國跳遠 那個八點比蒙 八點九米 那個紀錄 後來被劉逆斯跳過 但他也不是紀錄 被那個包圍 還是包圍 跟劉逆斯 好像跳過 一個八米九幾 破了世界紀錄 但奧運紀錄 1968年到現在 都還未破到 但是十九秒 七二 這個被認為 不可如月的二百米紀錄 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 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糟糕你了 1988年 又說 糟糕你了 斷骨 1992年又說 不知道這麼好 都參加不到奧運 但是1996年 一參加 九六二千年 都拿幾面金牌 就是二百四百米 叫做Michael Johnson 應該記得 像一隻鴨一樣 你看下去 這隻鴨一樣 跑短 他竟然把世界紀錄 和奧運紀錄 都拿到十九秒三幾 但是已經覺得 沒有可能 接著我保特 十九秒一幾 不要說 保特 昨天我看這個 二百米冠軍 去到時間 迪寶高 都很好 十九秒四六 是一個 真的相當不錯的時間 十九秒四六 那這個迪寶高 當然 你說其實 如果 這個世界 沒得如過 賴奧斯 沒有病的話 追不追到呢 錯不錯得起呢 理論上 我覺得 應該是 有機會 但你沒得如過 現在 你真的 沒得如過 現在 總之 好了 那這個迪寶高 有什麼 這個國家 就叫做 博翅阿納 即是叫做 博翅阿納 即是大陸 我們跟著大陸 或者 博翅阿納 就是以前 我們殖民地時代 就譯去 叫做博翅阿納 台灣也是這樣譯的 但是 殖民地時代 都很少說過博翅阿納 是不是有很多 愛知那裏 很難說 我不知道 怎麼說 周圍都有愛知 在非洲 這個國家 也是第一面金牌 這是國家的 好 其實很多國家都是 你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能夠去到奧運 其實已經是 不簡單 你說鎮民 還能夠去到決賽 或者有成本 有牌 很好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波澤南 是什麼國家 我忘記登記地圖 Lakes to南非 上面 是內陸國家 南非上面 沒有海岸線 他脫離英國獨立之後 保留了殖民時期的政治 和金融體系 這個很重要 政治 鑽石開採業 也因此而比其他非洲國家好 因為鑽石開採業 第一 他先有礦石 其實沒什麼用 現在的人造鑽石 已經是越來越 我老婆的肩血 當然不同 那些女人 我們先問問嘉賓 嘉賓你覺得 人造鑽石和天然鑽石 始終是天然不厲害 但其實是看不到的 你是美專家 你是拿去周圍身 為什麼呢 他裏面的化學成份都一樣 但是現在大概 我所知 現在大概就是 三四分一價錢 譬如你這樣的戒指 三卡 賣十萬元 他大約是 我想兩三萬元 但是如果那個化學技術 即是我不懂 你甚至說 那個 因為他裏面的工序 可能是無層艱 能夠再大批生產 再reduce the cost 他可能是十分一 而大家記住 你記住這一點 女網友可能很難接受 他是連放進化學室 或者那些周大福友 在那裡看 二叔公 都看不到分別的 是一樣的 你賣出去的價錢很遠 那你現在就應該會是 真正鑽石跌價 血鑽? 是的 真正鑽石跌價 當然了 你說有證書證明那個是 什麼原裝的 我不知道怎麼證明 因為 是化學技術 你也可以做一個假鑽石研 證明我 你會從什麼鑽石拿出來都可以 你分不到 好了 但是因為 這個國家是否特別好呢 不知道 但是因為 制度好 政治制度好 以及金融制度好 所以他是比較優勢的國家 那麼他最著名 在這個非洲裡面 為什麼他 這個國家這麼繁榮呢 原來就是 全非洲裡面 個人自由最強的地方 基本上是你不犯法 沒有人理你的 這個當然重要 新民自由 非洲排第一 個人財產都是 我們沒聽過 原來叫做波澤拿 有這樣的國家 好了 波澤拿只有241萬人 大部分人都住在 那個最大的城市 叫加帕龍尼 不是巴塞龍 是加帕龍尼 OK 他曾經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尾 人均GDP是70元美金 現在呢 已經發展成為一個 中等收入國家 兩萬多三萬元美金 OK 好了 迪寶高 這個 跑手 他是最佳時間 十九秒九六 在準決賽 入決賽的 但是縱然是這樣 最佳時間好 其實就沒有什麼人去理 因為焦點擺了遊戲王 因為除了是一百米的冠軍之外 也是細錦賽的一百米二百米冠軍 最主要是多動作 多東西搞 彈一下彈一下 彈一下 那麼 他一贏之後 OK 很低調 他應該說 原來這個 這個 那個 的侍浩高 是車仔的 fans 竟然這麼一個酒店 他最愛鵬馬 這麼一個針蚾 好的 這個 右手拍打胸口 然後將那雙波鞋給攝影機 那雙波鞋寫著23121980 23121980是甚麼呢 原來就是媽媽的生日 就是1980年的12月23日 迪寶高一般非洲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爸爸自小就離開了 爸爸跟媽媽好關係緊密的 也是迪寶高由讀書到田徑生涯的一帶後盾 他沒有特別去寫迪寶高在哪裏受訓 因為你跑到這些時間 我不覺得雖然這個是中特收入國家 但是運動科學是不是那麼強呢 他都在USA 是的 那麼他都沒有說 我覺得應該很大可能 都是要去到歐美的先進國家 應該這樣說 如果不是你很難跑到這些成績 那麼上年的世界禁標賽 他媽媽也見證了迪寶高 成為史上第一個非洲跑手 登上100米的頒獎牌 非洲人為甚麼 是呀 很奇怪的 變種的樣子 非洲選手 去到 中北美洲 去到美洲 他就 短跑很強橫的 留在非洲的我們見到 其實就是 長跑 中長距離 瘦一點的 小粒一點的 其實非洲人不是很大隻的 本身非洲人是小小的 歷蘇這樣的 為甚麼呢 西非就橫 橫一點 但是也不是那麼大的 為甚麼呢 你太熱 如果你太大的體型 消耗的能量是很大 而且目標很大 為甚麼要走那麼長 氣量又很好 因為要很 方圓到美食 你去到美國人那裡 你吃了牛扒 吃了一些東西 變種 所以美國人 北美洲那些是短跑的 屁股的 好像我那樣 他們這裏考長跑 所以是第一個 非洲選手 在西錦族賽 走上班獎台的 應該是第三 好了 但是今年五月 他媽媽得到急病 這裡沒有說他 甚麼病 OK 那麼今年五月 就離世 其實是43歲 1980年 其實 早生了 十幾歲 那麼 阿迪寶高說 其實當他知道媽媽 來開之後 他覺得他不會再跑 他已經覺得田徑生 來了 沒有心思跑 或者雖然今年的奧運 即是即將來到 他也因為這樣 是一個多月沒有訓練過 但是 最後 可能想通了 他說媽媽也是堅持 繼續跑步的原因 所以他今次 在奧運會 這個舞台裏 就帶著媽媽來 起碼在鞋子上 他說覺得 他跑的每一步 媽媽都看陪著他 在天上看著他 他說 他最相信 我的人 即是他小時候 當他還沒有任何成績 他媽媽已經很鼓勵他 追求你自己的理想 他說他從來沒有懷疑過 第一次參加奧運 就拿了二百米金牌 我肯定 迪寶高 悲喜交集 但亡母 都一定開心 說真的 如果43歲 就要離世 不知道什麼病 沒有說到 除了 怎麼會放心 兒子真的 不過也好 去年看到兒子 拿到細錦賽 好 我們看看 看看相片 這個 很低調 沒有狂起的 迪寶高 跑完之後 就把他的鞋子 其實布馬都有 都是有他的媽媽 一九八零的生日 好 下張 這個就是去年 那個細錦賽 他一百米 一二百米跑到三 應該二百米跑到三 現在你看他的樣子 他的兒子很小 很年輕 應該是二十頭的樣子 但他又不是很大數 不過我昨天看也不大數 看二百米的時候 好 回來了 最後一個新聞 幾句講完 吵你老母 全家產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人討厭 左膠真的不知道自己人討厭 他真的覺得自己偉大 很正確 我說吵你老母 我不僅不阻 我說吵你老母 我喜歡吃魚 我最愛吃魚翅 開冷氣開十七度 說吵你老母 回到家 這幾天我發覺 我講過我家 冷氣 為何整天吵你老母 好像沒有冷感 我說車有冷感 回到公司有冷感 我家怎麼開都沒有冷感 怎麼開都沒有冷感 真是兩部全身冷氣 吵你老母 兩部分體 兩部三部六部 都不夠冷 吵你老母 我說這麼冷氣 我昨天試試開一部十七度 立刻在那裏冷氣 其實是開得不夠冷 所以那些人吵你瘋子 先不要說那個什麼 林超英 不要說那些 那些人說 24度 吵你老母 開了冷氣 開24度 開來把冷氣 24度 我不用開冷氣 開冷氣 就十七度 吵你老母 真是瘋子 吵你老母 我做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一年24小時 我不是這樣死鬼屁 我一張是死鬼屁 我一張是羽絨 我一張是羽絨 為什麼 吵你老母 我三十幾度 我就開冷氣 吵你老母 十七度 再緊不夠冷 開了風扇 吹夠去 然後就蓋羽絨 再抱著那隻毛公仔 我當然是不環保 吵你老母 浪費 浪費 你要環保 不要緊 這是不是共產黨 做什麼 這次不是說什麼 吵你 找書 找書 找個蒙羅麗莎 找個香蕉 找個帆高 要引人注意 其實關環保 什麼事 這些想法 因為政府 害怕 就算拘捕他們 也會罰 這些 你怎麼拘捕到 現在我都開始 吵你老母 變成共產黨 不用說話 吵你老母 立即拔出來 吵你老母 大撇四下 吵你老母 馬上去摩洛哥做雞 我看你 有多少人做這些 不要說話 這樣就不現實 很簡單 坐兩個月間 立即不做 說什麼 頭什麼 你上課說 我們這個世界玩完 玩完就玩完 世界不用玩完 我們子孫 你也不能生 要不是你搶桌胎拳 左膠 你這麼擔心 你來幹什麼 最重要是活得快樂 吵你老母 喂 吃魚翅 我還去看看他 吵你怎麼割魚翅 扔鯊魚下去 吵你 這樣死了 吵我都譴責那些 應該捉了鯊魚 吃其他東西 吵你 吵你 吵我真的最認真 吵你老母 是 他們自己什麼都行 他們自己 好像那個瑞典肥蜊 吵你老母 又說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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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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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人都是吵你老母 我告訴你 虛偽到爆 好了 話說這麼生氣 做什麼 有幾個 所謂的素食未來 我試試讀 Futio Vecato Futio Vecato Vecato 因為它是vegetable 又不是 真是你知道 西班牙話 一個素食未來的組織 在社交平台上載 上載 他們有兩名成員 闖入了阿美斯 在西班牙伊比薩島的大宅裏面 在牆上噴紅色和黑色的油漆 寫著 拯救地球 懲罰夫人 廢除警隊等等標語 我吵你老母 爹 爹爹 素食未來 爹爹 我真的要快點去查 素食未來 這些是混蛋 這些其實 和全球主義者 那些暴徒 共產黨 自猜一線 根本就是那些人 都是那些人 這樣的想法 他說 他說 我們是要向富人展示 對方需要為氣候危機負責 你想你窮人不用為氣候危機負責 如果 該組織引用樂師會去年一份報告 說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 在2019年的碳排放量 是最貧窮的3分2人口相約 形容最高危一族面對氣候危機 最嚴重的後果 這樣想 形容最高危一族面對氣候危機最嚴重的後果 你說什麼 總之他就說 你這群傻子 這麼傻子 這麼傻子 極恥 搞到地球 然後要我們共同承擔後果 他們認為這樣 好了 當然 現在阿根廷的總統 阿米萊出來 吊了他們 現在阿米萊不用你吊 吊你這群傻子 我和你吊 立忍撒 你這群傻子 你這群傻子 因為那個是尼氏 夫人 因為他出名 你們要出風頭 說到尾 這群傻子 我跟你們說 他可能有些人 真的是傻子 真的出來行動這兩個 在後面 操動 拉繩那些 又是說著數 給那條女兒去 吊你媽媽 什麼傻子都行 一人一人跟你吃魚翅 吊你媽媽 這個世界 不是你們想到 那些傻子 不斷哭 吊你媽媽 真是慶我傻子 讓我看看